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乡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友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健康大人段建海 当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影视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知乎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分享给你了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北京同仁医院 眼科中心主任医师杨小慧老师 欢迎杨老师 主持人好 欢迎您 其实如果我提到低势力三个字的话 你首先会联想到什么 低势力 近势还是弱势 这是我能想到的 但是我听说这个低势力远比你想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其实我都没太明白什么叫低势力 因为生活当中很少听说这个词 低势力就是势力低的意思吗 我觉得主持人的想法和我临床的好多的患者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院有低势力专业 好多的家长会说觉得孩子势力不好 就是低势力而到这个专业上来 实际上 实际从我们就是正规的概念来说呢 低势力呢 它是一个疾病的转规 就是说当我们的眼科呢 无论您是板内障啊 还是青光眼啊 还是眼底病啊 当这些疾病呢 经过手术啊 极光啊 药物啊 这些所有所有的手段 治疗完以后 这个患者的势力仍然低于0.3 那么这种的才叫低势力 所以听起来这个低势力是一个挺没希望的病 疑难杂重 没关系 我们今天是把杨老师请来了 我们得好好聊聊关于低势力这个话题 好的 那我们也总结了几个问题 要来逐一地请教一下我们杨老师 我们先来看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何发现低势力 哦 如何发现低势力 我觉得成年人还好说 尤其是在婴幼儿时期 你发现他们的表达能力不太好 咱怎么能够尽早地发现这个小朋友的低势力呢 实际往往呢 都是由妈妈来发现的 比如说呢 在我的门诊上 他的妈妈会说我们家的孩子不追光 因为孩子呢 他是在一两个月的时候 他是喜欢看灯光的 那么在过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妈妈就会发现这个孩子 并不随着灯光而移动他的眼球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妈妈会说 我们家宝贝的眼睛为什么老在晃啊 不停地晃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说我们家宝贝的眼睛 为什么血呀 或者为什么发白呀 这种状况往往就是由母亲 来首先发现的 出现这种状况 我就得赶快到医院去 实际是这样 因为有些在门诊上 好多的家长呢 他就会认为孩子的眼睛 是会越来越好 孩子还没长好呢 对 他会越长越好 但是实际情况呢 当孩子出生以后 我们的眼睛仍然是在发育的 比如说出生三到四个月 我们的黄斑才发育完成 那么到了十岁左右 我们的趋光状态才完全地停滞 但是呢 并不是因为这个 就是说有些孩子的疾病会越来越好 如果这个孩子是低视力的患者的话 可能对他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大家都知道嘛 眼睛是心灵之疮 我们将近80%的信息呢 是从视觉来获得的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 曾经有一句话 说除了丧失生命 没有比丧失视觉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 所以说你想 如果说这个孩子看不见 无法学习 无法交流 那么可能对他的生活呀 学习呀 未来呀 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还是要时刻关注孩子的一些动向 对 包括他眼睛的一些这个变化 对 及早地发现 及早地去医院检查 好的 我们接着来看 大家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近视大家都知道 说你戴个眼镜那不就好了吗 是吧 它怎么还能导致这个低视力呢 实际我们说起来呢 因为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说 我是高度近视 我是低度近视 实际它是以300度为界的 300度 比如说300以下是低度近视 300到600是中度的 600以上是高度近视 但是这种轻度近视来说呢 可能就像我一样 我就戴个眼镜 没有其他的障碍 觉得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600度以上的高度的近视 除了看不清楚呢 它还会造成一系列的眼底改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正常的眼底图 那么随着我们的近视的度数的增加呢 它会出现一系列的眼底的改变 而这些眼底的改变会最终呢 造成一些比如说视网膜脱离呀 黄斑出血呀 这些严重的眼底疾病 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而导致低视力的发生 所以说到最后那个C4阶段 上面的这个图像说明了什么呢 它里边出现了什么样的改变 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我们的视盘 这是我们的黄斑 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 想跟大家呢来解释一下 因为好多的老年人 他就说大夫 那个我有黄斑 实际呢 黄斑是眼睛的正常的结构 我们每个人都有黄斑 我们查的视力 就是黄斑中兴奥的视力 但是他说他有黄斑呢 不是黄斑 是黄斑有毛病了 这个呢 是一个高度近视的 一个眼底改变 那么现在您可能 就看不到黄斑的这个改变了 因为后几步呢 出现大量的网膜的萎缩 所以我们这样的眼底 我们叫豹纹状眼底 是不是像小豹纸的 那个皮肤一样 所以说到了这个阶段的话 是不是再下一步 可能就是失明了呢 对 到了这一步以后呢 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呀 黄斑的出血呀 或者玻璃底出血 这种疾病呢 往往会导致 我们的视力的降低 甚至上市 这样 那除了这个高度近视之外 它还有哪些致病原因呀 低视力 它是在每个阶段都会有的 但是每个阶段呢 就是年龄段 它的病因是不一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呢 最常见的是一个先天性和遗传性疾病 那么这个呢 大家也经常问 什么是要先天性疾病 什么叫遗传性疾病 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有这个疾病 我也得了相同的疾病 那么这叫遗传性炎病 但是呢 如果这个孩子呢 他的父母没有 他得了这个疾病 叫先天性的 但是他对他的孩子 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遗传性 如果是后天性的近视 小朋友来说呢 按正常的我们的发育呢 是到十岁以后 我们才会出现近视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是高度近视的话呢 这孩子带有遗传性 就是近视的时候 他会在很早的时候 近视度数就比较大 我们称之为病理性近视 这种呢 是危害比后天性近视要大得多 这是对于我们儿童的 那么对于青少年 就是青壮年来说 青光眼 眼外伤 和原发生的视网膜色素变性 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 这些都是我们青壮年常见的 低视力的原因 那么对于老年人 第一位的是白内障 白内障造成低视力 几乎要占到一半以上 那么随着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 所以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 现在也越来越多 那么像这种 视网膜眼底病变呢 老年性黄斑病性 也是导致老年的 低视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这样 是不是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 是老人和孩子是更多发的 实际是呢 各个年龄段都会有 都有 但是就诊比较多的 还是孩子和老年 因为孩子嘛 大家都是家庭的 一个关注的重点 而老年呢 是因为实际低视力 它跟年龄也是争相关的 所以说如果说 人群当中来说 老年的低视力患者 所占的人数是最多的 而在我们青壮年的时候 尽管有一些眼病 但是呢 有些一些严重的眼病 到那个青壮年的时候呢 还没有走到它最终的那一步 但是中壮年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保护视力 到了晚年就会更严重 更严重一些 是的 好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低视力和眼盲之间 它的区别大吗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提到盲人 您觉得什么样的患者 才算盲人呢 就啥也看不见呀 对 一点视力都没有嘛 那如果我说盲人 是可以有视力的 您觉得能理解吗 那还叫盲人吗 那么视力残疾 是七大残疾之一 那么它包含了盲和低视力 盲和低视力 这两类人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定义 在看这个定义之前呢 一定要跟大家说 当我们下这个定义的时候 是以双眼中好眼的 最佳矫正视力来计算的 比如说我两个眼的视力 都不好 那我就要看您 好眼中的视力 是不是低于了0.3 所以说呢 低视力呢 就是我们最好眼的 最佳的矫正视力 小于0.3 而大于等于0.05 这个叫低视力 如果再进一步 双眼中好眼的 最佳矫正视力 小于0.02 我们称之为盲 但是0.02说实话 是能看见手指头的 是的 如果特别近的话 还能看见电视 这个呢 是一个叫盲 但是主持人 您可能还不知道 还有一种盲 比如说它的视力 是正常的 但是它仍然会 被称为盲人 为什么 这是由于呢 比如说我的视野半径 小于10度 什么叫做视野半径 这个呢 也属于盲 比如说我看着主持人 那么我看得你很清楚 对 但是我不在转眼球的时候 我能看见 咱们这另外一个主持人 看见其他的周围的环境 那么这叫周边的视野 是的 我们叫余光 对 余光 是的 是的 您说得很对 但是有些疾病 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 他的往前看的视力 也许还可以 0.5 0.6 甚至有1.0 但是它是一个管状视野 就是说它只能往前看 周围的这些视野都没有了 如果您要是想试一试呢 可以把这个 我们的东西来卷起来 这样卷起来以后呢 放在您的这样的眼前 真是 您可以试试 如果这种状态下 您的视力仍然是很好 但是您是走不了路的 真是 只有一点点 一条线的这种视野 对 一条线 这叫管状视野 还有其他的吗 它是这样 实际是低视力的表现呢 它是各种疾病的 最终的一个转规 所以说 表现在定义上 就是视野和它的视力的改变 视野和视力的 两个标准 两个标准 但是呢 由于其他的眼科的疾病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眼病 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说 比如说有 白内障所造成的低视力患者 他的视力是下降的 但他的视野一般来说 还是正常的 如果要是有轻光眼患者 所导致的低视力 他除了他的视力下降 他还有一个视力的缺损 就是周边的视力是不行的 如果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 所导致的低视力 除了视力下降 他有一个中心视野的暗点 同时还看东西吧 直的会看成弯的 所以这种呢 就是由于导致低视力 这个眼病不一样 除了视力和视野的改变 还会有伴有其他的改变 那我们接着要往下看 看看大家关于低视力 最后一个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低视力等于弱势吗 低视力等于弱势吗 你看低视力是看不清 弱势也是看不清 很多朋友应该就会容易混淆了 实际低视力和弱势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我们先说这个低视力吧 就一直在说低视力 低视力呢 它是由于眼科的一个气质性的病变 就肯定是有毛病了 说导致的临床上 无法通过我们目前的现有的技术 而提高它的视力 那么这叫低视力 它是指人 不再是指眼 而弱势的孩子呢 它是由于我们的视觉的发育当中 受到了一些阻碍 而造成的单眼的 或者双眼的视力的暂时的下降 但是它没有气质性病变 没有其他的病 这个是可质的 所以这个弱势和低视力 是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想跟两位主持人分享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 特别的有代表性 这个它的妈妈呀 是一个先天性白内障患者 视力非常的不好 而家庭贫困也无法治疗 那么等这个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 她突然发现 她的孩子仍然是先天性白内障 这个妈妈很无助 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小明 很常见的一个名字 但是她的妈妈就希望 这个孩子能够重建光明 那么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 就算贫困的家庭 当时残年呢 就给了她一个 我们的康复的手段 注视器 那么这个孩子 就拿着这个注视器 努力地学习 最终呢 就考到了我们北京的 联合特教学院的那个大学 当时呢 她就拿着她那个注视器 在我们的暗眼日的 当天的组会场 就跟大家说 我来到这里 就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眼科的疾病治疗无望 当大夫告诉你说 这个眼病 真的没法治的时候 你仍然还有一步要走 那就是低视力康复 能够进一步地改善 她的生活和视觉的质量 老师我能周恩一个问题吗 就是这位同学 她后来考试 考上这个不错的学校 她是她的文字考试 是用盲文 还是就是用一般的字 用一般的字体 一般的文字 觉得真的这个质量 康复效果真的很好 对 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是 助听器 对 这个注视器 是一种什么结构的 实际注视器和助听器的原理 是一样的 凡事能够改善我们 残余视力的一切的辅助的器具 都称之为注视器 比如说我们这个 禁用的注视器 比如说我看书用的 这小朋友说看不清楚 我想看课本 那么我们用的是一个 禁用光学的注视器 它的样子像一个高度数的老花镜 因为老花镜 大家知道 它看东西是放大的 放大的 那么经过一个放大的原理 它就能够看清楚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有一些 电子类的东西来看书 比如说这个老花镜呢 到了一定程度 我就看不清楚 但是我们有电子的 电子呢 就像大小呢 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 然后呢 它就把这个 放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些小字呢 就放大在我的屏幕上 我就能够看到了 这是技用的一种 看远的时候呢 是我们的双筒的望远镜 您可能有这样 比如说您看球赛 是不是用过那个望远镜 实际望远镜 也是一个注视器 可以这么理解吗 您所给这位同学的 这一套装备 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 一个眼镜 它可能是一个注视设备套餐 对 是一系的 对 刚才您虽然说了 这个低视力是不可逆转的 对 但是我还特别关心 这个低视力可以预防吗 低视力呢 它是一个疾病的转规 所以它是无法预防的 但是呢 能够导致低视力的 那些眼科疾病 我们是能够预防的 什么刚才所说的 黄斑病变 白内障 刚才还说到的 就是这个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 还有我们现在非常想 让大家知道的 视网膜 糖尿病 视网膜 眼底病变 你说的是糖尿病的一些 病发症 导致的眼疾是吗 对 想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说 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 一定要去眼科查眼底 对 如果早期查眼底 能够早期发现 这个眼底疾病呢 我们能够尽早地进行治疗 那么阻止这个疾病呢 进一步发展 而最终导致低视力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像什么 先行病啊 很多的一些疾病啊 它是可以提前筛查的 对 那么也许有些孩子 可能天生就是低视力 那这种疾病 目前有没有这种筛查 过程当中 可以把它提前杜绝掉 实际是咱们现在做的 这个新生儿的 就是产前的基因的筛查 已经都在做了 但是呢 就是对于眼科来说 它不像您所说的 比如说先行啊什么 它通过B操 通过什么 都是能看出来的 而眼科的疾病 比如说眼球震颤什么 太小了 所以说它很难 在那么细微的B操之下 能够观察出来 但是如果说就是基因的赛查 发现了重大的一些 其他的疾病 那肯定就会 可能会说 这个孩子可能就终止了 但是对于我们眼科来说呢 我们也希望这样 但是还没达到这样 所以刚才虽然我们提到 这个低视力 它也是一种视力残疾 但是有了注视器之后 它其实也可以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是我觉得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注视器呢 它是一个辅助的器具 它不能够替代 我们眼睛的功能 所有的功能 所以它能够帮助您 但它真的不是一个 真正的眼睛 对 所以还是得爱护眼睛 还得爱护眼睛 这有些视力一旦下降了 它是不可逆的 对 所以爱护眼睛 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此刻 开始做起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本节目由香丹青 独家冠名播出 那聊了这么多 我们得休息一会儿 看看今天吃点什么好吃的 要赶紧进入我们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环节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饮食养生会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我是谢天静 今天咱们来吃什么呢 看看我这面前 这里有红辣椒 土豆和南瓜 咱们要做的是一道南瓜炖土豆 咱们的直奔主题 热一下锅 在锅中倒入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出品的菜肴 色香味俱全 好 在锅中的油烧到六成热的时候呢 下入葱姜蒜炝锅 然后呢下入红辣椒跟葱姜蒜一起炝炒 主要出一个大椒的香味啊 好 锅炝香之后呢 把土豆和南瓜一起炸锅炒 翻炒一下 炒到这个土豆和南瓜表面都断生了之后呢 咱们给它调味 来 烹入生抽 提鲜上色 来 一勺盐 一勺糖 翻炒均匀 好 这个时候呢咱们来加水焖煮一下 然后呢咱们加盖焖它一会儿 耐心等待 稍后回来 好 来经过漫长 其实这不漫长的等待啊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水收汁收得正好啊 这会儿呢 酱汁浓稠 这个土豆和南瓜是烧好了 咱们给它关火 盛出 虽然都是主食啊 但是烧在一起呢 就有葷菜这样的丰富的香气 但是呢又非常的甜香可口 最后在吃的时候 上面再撒上一点葱花 既是一个提亮它的颜色 也是一种提鲜啊 增加这道菜的颜值 这样呢咱们这道南瓜烧土豆 就这么做好了 怎么样 不知道你学会了没有 赶紧在家试一试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拜拜 那当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 《影视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之呼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 分享给你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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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